纳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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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作为大德匹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佛告米勒 如等能于此事 端心正义 不着重恶 甚为智德 十方世界 罪无伦辟 所以整合 如佛国土 天人之类 自然作善 不大为恶 亦可开化 今我于此世间作佛 处于五恶 五痛五烧之中 为罪俱苦 教化群生 令蛇五恶 令去五痛 令离五烧 祥化其意 令此五善 获其福德 度势长寿 泥环之道 好 先看这一段 这是五阿五善 第二十九章 释迦牟尼佛又告诉 米勒菩萨 卢等 就是以米勒菩萨 作当机重的 余慧大众 能够在这个世间 端心正义 端正 就是守住随顺本心的意思 正义 就是第七时 第六时 都能够随顺法性 如果用鲁家的一句话来说 喜怒哀乐 知味发 还没发出来 这就是端心 发而皆终结 这就叫正义 能够不随着忘心 欲心向外跑 能够端心正义 非礼服事 非礼不动 不造作 众多的恶业 就身口一山业 都能够随顺本心法性 能这样做的话 就是这个世间的 自得志 守卫道德 登峰造极了 这句经文也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念力凡夫 举心动念 都是污染 都是罪恶 你如果能够举心动念 都能随身法性 都能够像鲁家说的 那种为经为义 永知觉中 能做这样的功夫 那就是这个世间 具有圣身 极高超手的人了 这种人跟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相比 也无罪为极上 没有与这样的 自得之人相为比较的 好 你看这里并没有谈到 要行多少善 只是你端心正义 不造重恶 就是十方世界 无以伦比的人 可见我们这个造恶之机 势头极重 你还没有随身造恶的 这种倾向 这就 甚为稀有 或终生年了 那为什么会有 这么高的评价呢 这里谈出他的原因 十方无量无边的 诸佛岔土 他们无认是天 还是人 这些众生 所处的果报 环境非常舒适 比如说他的福德自然 这个粮食 衣服都不需要精英造作而来 没有生存的压力 没有竞争 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 就能够行善 就像管子说的 昌敏时 则之礼一样 衣食足 则之荣露 他就自然而然作善 没有条件 也没有可能去着恶 没有着恶的倾向性 没有造恶的环境 也没有造恶的动力 所以就容易 诸佛罗来 在那个世间 教化众生 就容易开化 相比较连 在我们这个世间 就是 苏仆世间 难言不提 来诸佛 他的环境非常恶劣 充满着五恶 这个世间的众生 都在 卯族进来 照着杀到 淫望酒的恶业 就能感得 今世 人与人之间 相互的痛苦 以及被国法 所惩处的痛苦 那么到了下一世 就要经受三恶道 尤其是地狱的 火烧的这种结局 所以这个世间的 普遍的描述 就是五恶五痛五烧 那么这是 最为巨苦的一桩事情 这个世间 生存资源匮乏 没有自然而然的 自身用具 它一定要勤苦的 劳作才能获得一点生存 于是这里面 它的竞争性 它的残酷性 也就令它容易去造恶 所以你看 当众生的福报越来越低 人口越来越多 生存资源越来越匮乏的时候 那么这种斗争 乃至于战争 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这种巨苦的现象 就会更加剧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实际上蒙尼佛以大悲勇猛之心 事先在这个世间 教化全身 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 我们在这个恶世里面的众生 都叫刚强难化 这个烦恼厚重 所以佛要用很大的悲心 要很多的方便 用折服和失授 种种的方法 才能够调化我们 令我们舍去五恶 舍去五恶 解决痛 痛烧之音 就离开五痛 也令我们离开下世的五烧的恶果 来用佛法 因果的观念 轮回的观念 空性的观念 这个彼岸的超越 来详化我们这些 罪恶的刚强的众生 使我们的那种邪知邪见 能够调胜到智慧正见的范围 那么详化其一 我们就获得了一定的信心 信因果 信轮回 要求出离道 这样我们就会比较自觉地去持五善 能够持五善 建立道德的精神品格 他就能获得相应的善报 相应善报就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能够福得人天的福德 你持戒修善 如果你就不求无为的佛法 也能得到人天福报 这是福德 进一步 你能够有艳离心 能够度视 离开三界的轮回 小秤的活果 进一步 如果你还能信任殊民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能得到无量寿 能得到大秤涅槃的长都我尽 之大道 好 请看下面 佛言 佛言何等五恶 何等五痛 何等五烧 何等消化五恶 令慈五善 或其福德 度是长寿 泥环之道 其一恶者 其一恶者 逐天人民 卵动之类 欲为众恶 莫不皆然 强者 扶弱 扶弱 转向磕贼 残害杀戮 叠相吞士 不知修善 不知修善 恶逆无道 厚受殃伐 自然趋向 神明既是 犯者不赦 故有贫穷 下贱 乞丐 孤独 浓忙 阴雅 鱼痴 避恶 自有 光黄 不歹之俗 又有 尊贵豪富 高财 明达 皆由 素士 慈笑 修善 及德 所至 好 先看这一段 佛在这一段 自问 自大 释迦牟尼佛 就对着 米勒菩萨 及愚慧的大众说 何等 什么样的情况 叫做 五恶呢 何为五痛呢 何等为五杀 又怎么样能够消化五恶 消除五恶 令辞 发起信心来辞五善 以获得 人天 小乘 大乘 这些利益 好 那么自问 自搭 所以开始讲 何等五恶 其一恶者 这第一恶主要是 产失 以杀业为主的恶业 竹天人民 即卵人之类 捏地繁复 不仅人道 软 动物也是这样 竹天 也有 烦恼 在这些 重 捏地繁复的 潜意识里面 有一种 有一种 裂根性 就是 欲为 重恶 这种 残忍的 裂根性 是 捏地繁复 都是 具备的 它有一种 作恶的 冲动 这种 冲动 莫不皆然 如果你没有得到 圣贤的教化 能有在心性上下功夫 多有 造恶的 冲动 在这个 愈为重恶当中 这里特别 点示出 杀业 这种 强者 弱 强者 就是表明 它 力量强 能够杀 能杀者 弱 它能够 制服对方 这个弱者 就是 被杀者 那 这个 众生和众生之间 它的强弱的 力量对比 也是看 在哪种情况下 所以只要是强的 就吃弱的 弱的 就吃更弱的 转向 磕贼 这就有点像张子的一个 一个余年 讲的这个 螳螂 虎禅 麻雀 在后 那个 小 织苗 那个 螳螂就准备要 吃它 当它 全心灌着 要吃 织苗的时候 它没想到 麻雀 在等着它 麻雀 在 但麻雀 也专心 自己要吃 螳螂的时候 它没想到 还树下 有一个人 拿着弹弓 对着它 拿着弹弓 对着 在花园里面 对着它的时候 没想到 看公园的人 在盯着它 反正都是 一环扣一环 转向 相互之间 残害杀戮 所以动物界奉献这个弱弱强食的原则 那是普遍的原则 达尔文就是把这个动物界原则 上升到人类的原则 它确实 谁有力量 谁就能够杀害对方 杀害对方的目的就是 牟取或者它的身体吞尸 大于吃小鱼 吃小鱼就是作为它的食料 来滋养自己 如果动物界奉行这样的 弱弱强食 自相残杀 相互吞尸的这样原则的话 它是由于鱼池 没有文化 如果人类也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也就野蛮民族了 但恰恰如果没有一种圣行的教法 它就不知道要修行善业 连善恶的标准都不知道 所以它就放纵着 它的一种生命的盲目的力量 就造作食恶业 甚至造作逆罪 这个逆就是违背天地之道 违背自己的良知良能 完全就无道理 那你这个行为 因地是这个样子 它马上就能得到 今生和后世的恶果 以后你就要经受 这个杀业所导致的灾殃的惩罚 你的杀业造成之后 这个聂力不亡 它自然在灵命中时 这个杀业的力量 牵引你到相应的恶道里面去 你只要杀害同类或者异类 那么神明济世 这一点就更严峻了 神明 把你的杀业的行为 都记录下来了 在阿赖耶斯里面 就像档案材料 一一登记在此 这个神明我们讲 有巨生神 余生巨有两个巨生神 一个是同名同生女 记录我们的恶业 一个是同名男 记录我们的善业 还有讲到六灾日 为什么是六灾日 这是四大天王 他一个月会有六次寻寻世人间 看看你的恶业的情况 把你的情况汇报给天上 一约有六日 这个一年有三个月 这个真月五月九月 有一天也是向上天汇报你的善恶业 还有一年当中八王日 八王日就立春春春 立夏夏至立秋秋分 立冬冬至 这八个八王日 注意 录要造恶业 也是汇报的日子 所以为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呢 我们身口意造作的种种的善恶业 都记录灾案 都汇报到上面去 所以这个太上感应 第一句就谈到 祸福无门 为人之招 是灾祸还是幸福 它没有一定 是你的行为举行动念 所遭感的 所以这个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非常快捷 也千万毫不爽 所以神明祭祀 你犯了这个恶业 它就不会赦免 它一定会有报应 那报应 比如你的命运的穷童受邀 为什么会有 所以固有 就由于你有杀业 记录在档案 而且一定要正等 相等的报应 所以才有贫穷 下贱 你很贫穷 吃饭都有问题 贫穷一般是你的 千贪的报应 下贱 为人下贱 地位非常低下 这是你叙事 浇漫的报应 乞丐也是你千贪的报应 孤独 孤 就是没有父母叫孤 孤儿 需要父母抚养的时候 三五岁就没有父母了 成了一个孤儿 独 老年无子 起下荒凉 这就是独 这都是人生很不幸的事情 这孤独 就是杀生之宝 还有生下的六根不具 笼子 盲人 看不见东西 哑巴 还有鱼吃 鱼吃就是头脑 混沌 不能有思考的能力 身 自己 生活这里都有问题 吃吃呆呆 避恶 就是他的样子非常丑陋 全身肮脏 让人不愿接近 乃至于还有汪狂 汪就是那个 也是身体非常的瘦弱 矮小 弱不禁风 狂 就是那种精神上有问题 这些各方面 无论是福德 才能 道德 都跟人远远不及的 这一类人 都是犯者不舍 恶报的这种情形 还有一种 就是比较好的报应 他社会地位尊贵 富裕 并且智贵 明达 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多生多迹以来 有仁慈之心 不杀生 而且放生 孝顺父母 不仅孝自己父母 而且孝天下的父母 修五戒十善 种植种种的功德 所获得的 所以这些都是 善恶因果报应的情形 好 请看下面 是有常道 王法牢狱 不肯畏胜 为恶如罪 受其殃罚 求望解脱 难得免出 世间由此 目前现世 受宗后世 幽生幽聚 如其幽民 转身 受身 譬如王法 痛苦极形 固有自然 山徒 无量苦劳 转冒其身 改行异道 属受寿命 或长或短 浑身 金氏 自然去之 当独 直向 相从共生 更相报复 无有质疑 殃厄未尽 不得相离 辗转其中 无有出奇 难得解脱 痛不可言 好 看看这一段 这些照着杀耶的人 他不能清醒地意识到 世间有常道 就是世间有世间的法 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良性的运作 在世间法里面 尤其王法 它是 逼不可少 没有国王的法律 社会的秩序很难维持 那王法的对造恶的人 他就要用刚性的方法 你犯了王法 就得把你抓起来 判刑 关到牢狱里面 那么这个王法的刑法 清泽古代 或者是脸上赤字 发配到边缘地区 或者把你的手脚剁掉 比较厉害的就是公刑 再要么就是大批 就是死刑 那么这个 原来这个王道 深信的时候 人民淳朴 这个王法的惩罚 也比较轻一点 一点小小的陈处 都能知道大的 这种畏惧 谨慎 原来你看周恩王 住寺寺的时候 他就叫一个化地为牢 谁犯了什么过失 周恩王就给他 把这个画一个圈 你就在这待一天 待七天 或者待半个月 化地为牢 这个犯罪的人 他很听话 他不至于等到晚上 他就开溜了 他不会开溜 他老老实实地 待上七天半个月 你开溜 也开溜不了 周恩王会算卦 知道你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 它确实很纯朴 你看到唐代的时候 唐太宗 就对那些死刑患 让他赦免他去过一个年 过完年以后 指定时间来接受 承处 然后到那一天 就少了一个人 当指定是少一个人的时候 大家所有的囚犯都在那骂 怎么还不来啊 还有这个事情呢 结果唐太宗还是说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终于等到中午的时候 那个人赶到了 说是路上那个车坏了 那个马车坏了 你看这个 对于死刑犯 能够放出去 按时回来 这种信约到了多深的程度 古人一看很纯朴 现在还敢干这个事情 可能一个都回不来 所以这些愚痴的人 对于王法牢狱 他不肯去敬畏 不去谨慎 他要去碰这个高压线 你只要犯了王法 那一定要有牢狱之灾 受种种相应的刑法的惩罚 这就是灾殃了 如果你关到牢狱里面呢 你想解脱牢狱之灾 那是很难出来的 你想要走点后门 送点红包就出来 如果在一个公正盛事是不可能的 除非碰到大事的特别的时候 你才能出来 所以世间有这样的 这种因果的报应 这是献报 你犯了罪 你就有国王的法队的神处 那么他的后报 就是你寿命终结之后 你轮转到后世里面去 你要下三个道 那尤其是到地狱道 它是非常深邃 这个痛苦非常剧烈 忧生忧矩 从地狱道出来 又可能到了恶鬼道 到了畜生道 这些暗门的地方 那就次第的从地狱道到 恶鬼道到畜生道 转生为人 还是生为下贱 贫穷 下贱 乞丐 孤独 路芒 阴雅 大概都是从三个道出来 又要清楚这些 这就譬如你在世间 被王法所惩处那种痛苦 痛不可言 那身后呢 由于你的恶业的力量 自然而然地赶得三恶道的果报 在三恶道的刑法 又超过世间的王法牢狱之苦 百千万一倍 这叫无量苦劳 好 那在这里辗转 贸就是贸易 就是变化的身体 今生是人的身体 下辈子可能就是牛的身体 马身 毛鼠身 改形 改了一个面目 改了一个形状 原来是站立的走路的 结果变成了四条腿 横行走路 异道 本来是人道 结果到了畜生道 改形力道 在这个三个道里面 你寿的寿命 或者很长 或者很短 如果到地狱道里面去 百千万劫都难以出来 或者在畜生道 寿命短短到这种一天 招生牧死的菌类 昆虫 它的寿命就很短 那么这样的或长或短的 三恶道的这样的一个苦报 是我们的临终时候 这个浑身金石 就是阿赖耶石 因为我们造的三恶业 都在阿赖耶石里面 记录在案里 所以它的三恶业 含脏石 众业先迁 自然而然地 趋向了相应的哪一道 好 去向哪一道 这里是你独自去的 恶业是你自己造的果报 你的要自己受 这里你是没有 谁来替代得了的 所以当独去向 而且你造的恶业 因为造的恶业有自己造 有他人被你的恶业 所伤害的情况 这里又构成了一个 关系 这种关系呢 你这种恶业的 这种债务关系 又相从共生 这种冤家对头啊 你都要对面 对面它有时候是 投到人道里面对面 这个对面道 也不一定非得在 同一道里面 比如 或者你在人道里面 你要对面 你找冤家 在主 我们看那个 华言中 主是杜胜和尚 他有一天接触 摘主的请摘 那个摘主 就有一个小孩 这个两夫妻是 这个 示弱 掌上之真 爱得不得了 爱得不得了 谁知道 这个 杜胜和尚 把这个小孩 一拽过来 就往池塘里面 抛过去 抛到水里去了 这两个佛夫妻就 垂手定住 痛哭 我的小孩 怎么一直 抛到水里去了 这时候 忽然这个水里面 就献出一个 很高大的 男子的声音 男子站在水上 恶狠狠地指着 他的这两个 哭的两夫妻 就是那个小孩 可能前世的形象出来 说你上一辈子 你们就害了我 我今天是 今生是在报仇的 幸亏杜胜和尚 被我们解冤了 我也就不报仇了 说完就 沉到水里去了 这两夫妇 才感谢杜胜和尚 这就是 杀耶导致的人 要偿还 他以父子 托到你的家里 以人道对人道 来找这个 债务关系 或者 被杀的在鬼道 杀的人在人道 好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些 鬼来作祟呀 鬼来 这个 那你在梦魇当中 你就传不过去的 被鬼害死了 这就在鬼道里面报仇 或者在畜生道里面报仇 他变成蛇 变成狗 变成老虎 所以蛇把你咬死了 老虎把你吞吃了 狗 疯狗也把你咬死了 所以这些被这些东西弄死的 这些都有原因呢 不是 为什么这条蛇 这么咬 咬你不咬他呀 这就在畜生道里面 被杀的在畜生道 像你还在人道里面报仇 或者被杀的到天道去了 到天道去了 你杀人 杀者呢 是在人道 那在天道 他的各方面比你强 他要给你害一害 那很方便呢 给你一个什么瘟疫呀 给你一个灾祸呀 你还不知道怎么死的 或者你看 为什么阿修罗跟天道 有时候打仗 这里面也是杀业的原因 如果被杀的到了阿修罗道 你杀者在天道 他就向你宣战 他打不赢 他也敢跟你宣战 所以这些人类的痛苦 这个相互共生 相从共生 相互残杀 相互报复 这样的过程是无有终止的 无有终止 所以为什么佛法 把杀生 不杀生 摆在第一呀 这是佛看到的这么一个非常痛苦的恶性循环 一定要截断这样的循环 所以你的这个杀业的恶没有终止 你的摘殃就不会结束 你的这个杀业的行为 只要出来 你被杀的这个命运 那个这个债主 一定会紧紧的跟你相随 他不会离开的 所以辗转在轮回里面 这个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难以解决 当你自己杀人的时候 你很痛快 或者杀畜生的时候 但是当你自己被杀的时候 你很怨恨 一有怨恨就想报复 好 一报复 对方也是这个心理 他也在报复 所以这个众生之间的杀业 就是在一种恶性循环当中 没有终止的时候 我被你杀了 下辈子你杀我 我要再杀你 我杀你 又被他所杀 我又再杀他 难得解脱啊 这种痛苦啊 痛不可言 好 请看一下 天地之间自然有事 虽不及时 逐报应志 善恶之道 慧当归之 视为一大恶 一痛一烧 勤苦如是 辟辱大火 焚烧人生 人能于中 一心致意 端身正行 独着足善 不为众恶者 身独度托 获其福德 度是上天 尼环之道 视为一大善也 好 先看这一段 在这个天地之间 法尔自然的 就有这些众生 在这里相互 相杀 相报的事实 那一般 我们在人道来看 人 人和人之间 自相残杀的现象 还算比较少 除非是战争 或者特殊的 秤秤的原因 但一般它不是太普遍 那人之所以 不去杀人 一般是来自于 首先它不敢 第二是不忍心杀 毕竟还是同类 由于不敢 也不忍心杀 所以就构成了一种 心理习惯 不轻易杀人 但是人跟动物之间 就不一样 但人有这种观念 我不敢杀人 你杀的人 那是王法要惩处 良心也过不去 同类 但是动物不一样 动物觉得它有个观念 觉得这个动物 就应该被我杀 应该是我桌上的一道菜 它又很弱小 它也敢杀 杀了你怎么样 你叫也叫不出 动也不能动 那人不一样 你敢杀一个人 可能它有亲戚朋友 可能它有很厉害的儿子 它跟你过不去 不共戴天 所以对动物 它也敢 也没有车眼之心 因为它体会不到 动物的那种痛苦 你杀一条猪 宰一条羊的时候 这种尖刀下去 直奔心脏 那种 这些猪羊 它是很痛苦的 但是痛苦 由于它叫不出来 即便是救出的 你还觉得它太不听话 你再来它几刀 所以就觉得 这些动物笨笨的 留着它也没有意思 杀了它又怎么样 可以吃一只 但是这个杀 绝对是有因果的 多看上次有一个学佛的君士 他谈到他的祖父 就可能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他的祖父身体非常强壮 听说也没东西吃 结果他听说一个大 大池塘里面有一只乌龟 说很大 他那个祖父就想办法 这个弄弄弄 真的把那个乌龟 几百斤了 上面都挂满了牌子 写满了字 都是几百年来放生的乌龟 由于他也没有什么 接受的是维吾主义教育 看到这个 他怕什么 天不怕 天不怕 他就敢煮着吃 这一吃完这只乌龟 马上全身身满 身满恶肠 痛得叫爹叫娘 就痛了半个月 就阴灵无腹了 所以这些龟啊 几百年的灵龟啊 你真的是杀了他 他马上就有报应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对生命的这种保护 实际在保护自己 杀这些动物 最终等于杀自己 他的这种 这种果报 有的很严重 有的也很威胁 但总之 你增上了杀烟 他一定会有果报 那你看当年讲 那个梁武帝时期 有一个桃红锦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道仙非常坚固 他求仙 修仙道 修仙道呢 修了很多年都没有消息 语画呀 这些都很遥远 他心里就很怀疑 他是隐居身杀 又叫陶隐居哦 当时谭卵大师 还去向他求学哦 要得长生不老之术哦 但是受到国王 很多房地都是崇拜他的 但是他求仙 却得不到语画 他心里很怀疑 然而他教的徒弟 还竟能成功了 他教的徒弟 先得到语画 非生的功能 结果他的徒弟 来告诉他 说你自属于 还没有得到成功 修道不成功 是由于上帝 是你住了一个本草高墓 他住了一本本草高墓 其中就用那个水质 就是马王做药营 你在住这个时候 用那个生命 你把它生命作为药 作为药呢 很多人就按照你的药方 去如法炮制 杀害生命很多 所以虽然你其他的修行都圆满了 但是就由于你的因缘 杀害生命很多 所以上帝就变责你 就不让你修道成功 这桃空瓶马上就觉悟了 赶紧就把他注解的那一段改了 不用其他的蚓 不用其他的蚯蚓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跟不杀生 放生 复生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天地之间 法尔自然的有杀生就有狗暴 复生就有福德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这些事情 你虽不能马上就兑现 不是说你杀个生 马上你的生命就完了 那除非是大的东西 一般的他不至于 但是你在下一辈子 或者多辈子之后 你的善恶的这样的一个因果 迟早都能够对在一起 会当归之 这个因果的法则常常是 你怎么出去 他就怎么回的 你只要看看是挺有意思 这个原来有个成语 叫请君入共 请君入共成语 这个很有点小品的意思 就是当时武则天的时期 当时有些酷润 就是很善于用残酷的这种形 刑具 刑法 来逼那些病人 招供一些 只需乌有的东西 他都能招供得出来 各方已经有的 他这个刑法一上 也都没办法 当时有一个叫周星的 他损案子 没有一个损不出来的 结果这样接院很多 接院很多也确实太残酷了 就有其他人向武则天 就皱折告他 告来告去还真的 武则天就觉得要 要陈处下他 就派了另外一个大神 叫来俊成 来损案 损周星的案 这个来俊成 先把这个玉子先放下 本身他们都是同调 都很熟悉 他有一天就把周星请到家里 喝酒 喝酒像哥们似的 喝酒 这个来俊成就问 现在我有个事想请教你 如果有一个人 想要一个人得到真实的口供 他不供的话 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照顾 这个周星一听他要经验 说我有一个好经验 就是你准备个瓶 用陶瓷做的瓶 然后把那个人呢 关到瓶里面 把它封闭起来 然后下面就烧火 这一火一烧 一闭着 什么样的口供 你问什么 他打什么 这一来说出来 那乃俊成就那下面 把瓶抬到厅堂里面 这时候把这个玉纸一盏 跪下来听 听了之后请君入瓶 请你入瓶 这个周星一听吓怕了 知道这个刑法太厉害 我不进去 你问什么我打什么 一概全照 所以这个东西 你这个太残酷的东西 它一定要回到自己身上 会当归之 所以这就成为一大恶 以杀业为主的恶 今世就能得到杀生的痛 下一辈子得到杀生 所要堕到地狱里火烧的 这种恶报 这样的情苦 因果是这样的 真是不虚 这就像大火 熊熊燃烧人生 人在这样的杀业的恶心里面 还能够制服 一心 自意 制住这种 以弱 以强凌弱的 杀业的冲动 端身正行 端正自己的心意 不去造恶 不造恶 而且毒着足善 毒就是所有人都造杀业 你不要去造 因为你身性英雄 这个毒也包括我们的自信的显发 我们有这种智慧 自信是不以万化为旅 它的毒的特性 来行善 来放生 来行持仁爱一切的 这样的行为 能够这样 以仁慈之心 不造杀业 不造众多的恶业 那他就能够得到 供业里面的别业 就能度托 就能获得人天福报 乃至于解脱 解脱之道 这就是一大善 好 请看下面 佛言其二恶者 世间人民 父子兄弟 施家夫妇 多无异理 不顺法度 奢淫 骄纵 各于快意 任心自知 更相欺货 心口何意 年年无时 宁禅不忠 巧年于眉 既贤宝善 陷入冤枉 主上不明 任用臣下 臣下自在 积为多端 见度能行 知其行事 在位不正 为其属期 望省忠良 不当天心 臣妻其君 子妻其父 兄弟夫妇 中外之时 更相欺狂 各怀贪欲 成会愚痴 愚痴 愚痴厚急 愚贪多有 尊悲上下 心惧同然 好 先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谈到 与偷盗 相关的恶言 所以释迦牟尼佛 就对米勒菩萨 仪会的大众说 第二组歌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间的人民 这人民里面 他有五伦关系 或者父子之间 兄弟之间 夫妇之间 都无义礼 都没有仁义 礼 礼 礼节 不顺法度 这个法度 有世间的法度 有心性的法度 就是 没有理智 不讲道德 就是非常乖义 非常乖张 表现的形态 就是奢侈 追求奢侈的生活 淫欲的生活 为人骄慢 做什么事情 非常放纵 他不胜法度 不胜法度 世间的伦理道德 他不看在眼里 甚至法律 他虽然不敢公开挑战 他也是要尽量专控制 他自暴自弃 甚至 我是流氓 我怕谁 他不怕谁 其目的 他做这件事情 就是放线自己的那种 那种无名的 那种欲望的心 追求这种快意 痛快 只要我的感官 得到极度的享乐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放任自己的妄心 事无忌惮 相互之间 就是欺骗 迷惑对方 没有起码的诚信 他在心里所想 跟口里所说 完全不一样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反正尽量来骗对方 他心口各意 相互欺骗的目的 就是钱财 能够先有点幼儿 能够把你吊上钩 先给你很多甜头 能够关起门打狗 反正他很多机心 所以这个语言和念头当中 没有一点诚实 这说起这个 好像都是我们众生 相对真实写照啊 宁禅不忠 他说那些惨美的语言 讨好的语言 这个不忠实的语言 花年巧语 愚眉 你爱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 反正说的你心话怒放 等你不在意的时候 把你卖了 但人恰好都有虚荣心 就喜欢听这些 惨美的语言 不喜欢听那些 劝谈的 批评的语言 你看有的单位说 我们都是开民主生活会 相互提意见 那下面的部下都会提意见 我给领导提个意见 你太不注意身体了 天天加班加点 这是不珍惜革命本钱的表现 他这话都变成了 他的一个 惨美的一种表达 这个领导听听 我接受 我注意 心里高兴坏了 然后呢 他又嫉妒那些贤人 诽谤那些善人 这些都是口业 由这个偷盗 这个对偷盗的行为 导致的口业 寄行榜胜就是两式恶苦 既有妒忌之心 就把人陷到 把善人陷到那种冤枉里面 诽谤他嘛 人家没有做的事情 他要去说人家做了 然后呢 这个上级和下级之间 又可能被利益殿绑在一起 或者这个为上的 他就没有名字 不能名察就好 他任用丞相 要搞裙带关系 听我话的 这个下级呢 为我去谋利益 那么这个丞相呢 得到了上级的这个信任 他就很自在哦 很自在 他也就投其所好 充满机心 充满虚假 这里面的手段 是变化万端 变化万端 他用权力 弄了很多 很多利益 当然也要孝敬下上师 同时自己也要分匪药 这些臣下在这个 这之下他就审时度势 擦颜观色 非常会助人 八面玲珑 这个 真的是 没有他干不成的事 这个潜规则用得非常显熟 这个做什么事情 要找谁找谁 一目了然 送明应该怎么送 送得有技巧 送得不显然露水 这些他都一目了然 助官还有一个 关系图 什么人不能得罪 什么人可以 他分得一情而自己行事 所以在这个官位上 他就不正直 在位不正 又被臣下属欺骗 就是 他就对那些中良知识 常常是审害 这个审害的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妄审 这个过程完全跟天心不相应 不当天心 比如这个官位 官位也是天职 但如果把官位变成了一个 人情关系的那种 那样的赠送 甚至到了 甚至到了一个王朝 到了衰世的时候 可以卖钱 你要官必须要交多少钱 这些都不当天心 在这种情况下 臣下欺骗他的上面的君 臣妻其君 助儿子的欺骗他的父亲 兄弟之间 夫妇之间 父党的亲叔 母党的亲叔 以及朋友之间 相互欺骗 相互欺骗 其目的就是 想获得更多的财物 与之后继 这个都是由于他贪嗔 吃烦恼 所引发的一种行为的目的 这个烦恼越重 就想多多一善 贪得越多越好 这种情况 尊卑上下 这种贪欲之心 这种用非法的手段 占为己有之心 都一样 那这里面就演变成 那种人类的 那种政治经济的 种种的这种戏剧 在这种戏剧里面 他就扮演一个角色 乐不可知 造作足多的物理 机尾多端 你看这些情况 大家可以看看一些 这个笔记 笔记小说 有一本晚清的笔记 是叫清代之逐天 穆夕 他那边讲了个故事 那个题目就叫 甲一二商 就是有两个商人 全体叫一个家 甲一 两个商人 这两个人很要好 一起做生意 这个商人十人九尖 这两个人都是老奸巨化的 老奸巨化 夫人他们有点想到 我们做生意 好像力量不高 是不是 换个横当来赚钱 换什么横当呢 晚清政府也都很腐败 他就可以捐官 就是拿钱来买官 好 这两个商人好 我们一块河谷 河谷去捐个官做一做 捐官来捞钱 当时他们就用三千两名字 三千两名字 这个相当多的钱 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三十万 则算一下 那这个甲就出了百分之七十 这个乙就出了百分之三十 三十那两个人怎么分工呢 甲就做官 这个乙就做他的助手 实际上就是做他的藏水 古代藏水 就是帮他打杂的 反正这个乙觉得反正 也可以啊 我们都是来赚钱嘛 你当你的官 你出的钱多一点 所以他们就捐了一个后补巡检 后补巡检呢 两年之后还真的得到官位 这个在广东做官 巡检大概是干什么 大概是从九品 还不到九品官 所以大概类似于 派这所署长的岗位 虽然官不大 但是他掌握了什么 掌握了权力 派支所所长权力还比较大 这一方的治安都为他负责任 这一方对什么事情 他还有纠叉的权力 损失的权力 好 去了之后 这个甲就做巡检大人 这个乙就做门子 看门的 古人这个古代那个看门的很厉害 叫做君子好见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这个小鬼就是指门子 如果你不给他一点红包 他不给你通报进去 或者说官老爷没有起床 或者出去了 或者到外地去了 反正不让你见 所以他的权力很大 这个乙呢 乙就马上一去 他就跟地方的那些混混 痞子混得很熟 混得很熟 他就从中谋利 本来应该是个巡检 因为官员他有一个叫 潜规则叫合法的伤害力 我只要能够伤 我只要能够伤害你在合法范围当中 他有这个权力 对方就会很害怕 于是就要用那个红包来化解这个权力 所以一般的官员的收入 往往是从合法的伤害力的这个层面 这巡检大人应该得到的这个下面的这种孝敬 这种孝敬 却不能被这个乙呢给他给他孝纳了 他不交上来 为他截取了 这还示晓咯 这个乙呢还变本加地 想方思法在很多地方都谋取利益 甚至伪造这个巡检大人的这个手书 来向那些妇人进行讹诈 这个乙术做的这些东西 贾一概都不知道 贾一概不知道等到六年齐满的时候 六年这个这个齐满了 这个贾呢可能要离开这个岗位要升官 他要离开偶尔看到 这个乙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这么多钱啊 比他多了几倍的钱 他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他就跟他说尽好话 你怎么这么多钱啊 最后套来套去 正一套到了 原来这个乙术恋财 恋财都数倍于他 搞得这个贾后悔不已 哎呀 知道这个情况 我让他当官 我来当门子多好啊 这是第一次合作 第二次还真的有合作机会 这两个人都又想一想 啊 结果是到了另外这个群箭 换了一个官位吧 虽然大一点 但是清水衙门 捞不到什么去 那为了 所以他好不容易 练了点财 都划得差不多了 这两人琢磨着 这样不行 清水衙门还要换个岗位 换岗位 这两人说我们再来何谷吧 啊 啊 所以就捐支 想捐一个县官 支县来干一干 这次他就调换角色 啊 这次就让乙来作官 这个贾呢 就在做门子 那做官的 你就出的股份多一点 百分之七十 做门子的百分之三十 而第二次合作真的 正好他就捐到了一个 四川万县的一个陷阱的岗位 那这个贾呢 也就持官 持得原来的官不做了 就成了乙的藏随 啊 就是他下面的人 好 结果到那去 这个乙就当县官 这个贾呢 就做门子 做门子 他也想从中余地哦 但是这个乙是过来人 知道你什么地方会 会玩手段 一玩他就知道 所以搞得他 他没辙 弄不到钱 弄不到人家这个贾啊 贾是发愤图强啊 钻研这个权术啊 这个欺骗之术 并且虚心请教那些过来人 那些老一辈的这个人 哎 这慢慢地他摸到了门道 摸到了更多的门道 他的这个造诣啊 要超过乙了 超过乙呢 他就用很多很多很多 练财的方式 哎 结果很快就练到了十多万的银子 后来就被这个乙发现 哎 怎么他的钱越来越多 好像我没有那么多啊 他怎么那么多 搞得这个乙都没办法 就低声下气 摆了一座酒席 请假过来招待他 说我们在公门里面 我是县官 你是门子 我们私下都是兄弟哦 都是兄弟 这样吧 大家套套 套了话之后 知道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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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不得了的 练了很多财币 又数不一堂 所以他说这样 我们 我们两个都是亲兄弟 以后我们两个收入都 一概平分 都不要去玩什么 一概平分 所以两个人重新 结成了友好的同盟 不要相互瞒着对方 这样又不到四五年的时间 两个人都分到了 一个人都分到了三十多万银子 但是前面那个甲 所多得了十多万银子 所以看这个官场上 这潜规则相互欺骗 这种权数 那是极为多端 我们都没有在官场上混过 只是从这一文字上所了解 现在官场的潜规则 那是 都不是一般的智商能够跟得上 好 请看下面 好 破家旺生不顾前后 亲俗内外坐之灭族 或时世家知识相党 适离愚民野人 转共从事 更相利害奋臣愿洁 富有千兮不肯施愚 爱饱贪重 辛劳生苦 如是至尽 无所事故 独来独去 无依随责 善恶复福 追命属生 或在乐处 或入苦独 然后来回 当福何吉 世间人民 心与少智 见善真棒 不思目击 但欲为恶 汪酌非法 常怀道心 希望他力 消散磨尽 而福求术 邪心不正 拒人有事 不欲诗迹 适之来回 今世现有 王法毛玉 随罪取向 受其央罚 好 先看这个 这些由于财物 起道心 所产生的行为 他就会有 火爆 由于不正当的手段 得来的 他不能长期保随 就是破家 很快家产就破 破善 或者由于追逐 不义之财 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或者辛劳而死 或者害怕而死 或者被人害死 等等 所以他们在做 这个偷盗的过程当中 不顾前后 就是不考虑 他的生前的 这种劣力 会在后世 导致什么后果 他不考虑 顾不得那么多了 就是想获得 更多的钱财 由于这样的 肆无忌惮的 恋财的行为 不仅殃及自己 也殃及自己的 这种亲属 亲属内外 就是母党父党 由于他贪污受贿 案件东昌事发 导致王法的陈族 甚至租灭山主 或者 施家就是家里的人 朋友 知识是朋友 还有乡党 乡 这是传统社会的 这种行政体制的概念 一万二千妇就构成乡 五百妇家庭 构成党 五妇成为邻 邻居的邻 五邻就为邻 邻就是相当于 好像一个村 所以这些区域的这些人 都为了钱财 这个愚民 就是不明白这种事情 真理的愚痴之人 野人 没有经过礼法教化的人 他们转向从事 就是辗转地联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团体 或者打家结社 像水浒钻那样的 或者构成黑社会 你看现在 意大利正在剿捏黑手党 政府军有巨大的 出巨大的强力 要剿捏黑手党 黑手党一度 它是很厉害 它是无数不用其极 手段残忍 而且手段高明 你看它如果要 要恐吓一个人 哪怕这个大人物 在保镖非常严密 他都可以 把一个人头 放在他的床头柜上 让这个人一起床 看那个龙头 这个人头一放 就向他提供信息 你不听我的话 你就跟这一样 我可以到你房间里面 就能做这个事 所以你有几重的保镖 他这种手段 直接抵向你的那种 生命的安全 第二天这个大人物可能到了办公室 这时候有一个西藏隔壁的人 找他来谈事 这一谈 这个大人物都也知道他就是有来历的 那也不敢得罪他 转供从事 好 这样就奋臣愿解 你这个相互之间 用残忍的手段剥夺别人的钱财 公然地抢夺 那可不是接了冤家吗 等到他得到了这些钱财 他就很吝啬 用不正道的手段得到的 他不肯去布施 当然也有一些大道 传统社会他有一些大道 他是不在家乡附近去住 他到远方去住 住了之后把钱财带回家乡 他可能摇身变成了一个大善人 他也可以做些慈善事业 实际上他是大善 好像是大善人 实际上是江阳大道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对钱财的这种贪爱 这种保护 这种贪心 使身心都非常恼火 他念念都是这个钱嘛 没有得到想获得 得到的又害怕 得到又怎么保存 所以在为这个抢夺 这个钱财的过程当中 造出了足多的恶业 没有一点善业值得他医护 所以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独来独去 都是恶业追随 所以你这种念念 善业导致幸福 恶业导致摘殃 是随着你的生命的轮转 而跟随的 或者生到善到享乐 或者生到三恶道里面 遭受剧烈的痛苦 等到这个三恶道的 剧烈的痛苦现成的时候 你设想后悔 就后悔莫及了 这种在财务方面的贪的行为 一定会有报应 可能我们世间人看不到 但这个冥冥当中 丝毫不爽 我们从《引诚回忆录》里面 谭虚老婆上写的 他讲地贤老法师 曾经讲过上海滩上发生的件事情 那件事情还挺有意思的 上海滩上有一个大官 姓陈的 他是在清末做大官 以后就在上海租界里面 互贤生活 也是在上海滩 做很多的善事 修桥 古路 建世 愿 搞慈善 成为大慈善家式的 结果有一次 这个姓陈的老先生去世了 去世了他有个太太 就很思念他的丈夫 天天哭哭啼啼 正好有一个法国人 他会什么鬼学 鬼学就是能够招魂 新史的人可以招魂过来 跟家属见面 这个报酬要一千大养 那也蛮贵的 但是这个陈太太很思念 他的丈夫想要见见面 说说话 就愿意啃吃这个钱 就请这个法国人 住这个法室 这个法国人还信心满满 认为新史的可以把鬼魂叫过来 结果到了晚上 把灯一熄灭 他就念了什么咒语 掐着念咒 念了半天 没有见到来 没有见到来 这个就开灯之后 对陈太太说 我找遍了敏见 结果发现他在地狱里面 我叫他 他不能出来 说这个 这个陈太太一天就冒火了 你这个骗子 我的丈夫是大善人 怎么能到地狱里面去 你是 就说他是行骗 就是又哭又叫 又哭又叫 搞得这个法国人没办法 这个法国人还真的会这个法事 但是一说这个又没有证据 那个法国人说 那就这样 如果你家里有不有新史的人 我另外把你这个新史的家属叫过来 这个陈太太说 我不见其他人 我就要见我的丈夫 就能见到大善大叫 正好旁边人呢 就有人提醒 就是正好这个陈家的大儿子 就是陈老先生的大儿子 也是车瓢毒 在妓院里面可能就死了 死了不久 那就有人跟那个 她的这个少太太 就是这个说 哎呀 说这个法国人 说新史的人可以叫过来 但你的丈夫不是才死五天吗 是不是让那个法国人 把你的丈夫叫过来 说说话 既然这个样子 也可以跟他谈谈价格 那法国人说 好啊 我就跟你减半 只要你有五百 五百块就可以 但这个 这个儿媳妇又不敢作主 就跟他的这个婆婆说 人家说五百块 能够把他儿子 把那个叫过来 你 你同意不 这个陈太太说 你没人事我不管 反正这个少太太也准备自己出庭 大家说好了 五百块把这个 这个法国人又念个什么 还真的很快 这个鬼魂就过来了 鬼魂在那个桌子底下 然后就有对话 那那个 那个他那个 这个太太 就这个少太太 你是某某吗 他说我是啊 你现在在哪里啊 现在我在地狱 在疏散鬼内里面 过两天就要 接受阎王的审圣了 现在还比较是有一点 说我生前吃喝嫖毒 什么都敢干 很麻烦 你给我找人念念经 抄点肚 我的口袋里还有张支票 这一说 然后这个旁边好事的 又把他的小儿子 就是这个死的人的小儿子 叫过来 那小儿子说 小儿子 你是我爸爸吗 他说我是啊 于是全家就哭到一起去了 在这哭哭啼啼的时候 这个老太太就忽然 就问他的大儿子 哦 说你见到了你爸爸吗 这个大儿子说 见到了 他现在在哪里啊 他说现在在地狱里面 这个陈太太 这时候就害了 他怎么在地狱里面呢 他是一个大善人呢 而他怎么怎么 他的儿子说 是啊 他是做这善事 但是他做了一件 很弱的事情 就是原来他在北京做官的时候 就是 山西出现了灾光 朝廷派他去挣灾 拨了六十万银子 结果都被爸爸给毒吞了 由于这个事情 就死了很多人 就由于这个罪孽呢 就到地狱里面去了 我这个陈太太都一听 虽然有这个事 但我们做的善事很多 也可以将功责罪呀 这个儿子说 是啊 但是这不能责到功过分明 先要到地狱里面 受这个贪 巨款 死了几千 很多人的罪 以后他行得善 以后再到天上去享福 先到地狱里 这一说全家又哭死了一段 最后这个地狱老板是说 曾经问 这个陈老先生有个女婿 就叫五道一的 就问你那个 你跟那个陈老先生是至亲咯 是不是有这个事 这个陈道一呢 是他的女婿也吞吞吐吐 他只是说 这个他是在北京住过关 当时也算比较贫穷 但这种事情 是不是一定 或者是不是有 我不敢说 你看这种事情 当时在上海滩上 都引起风动 你看看这个 这个罪业都有多重 这所以偷盗的范围 你竟然把朝廷赈灾的钱 这是救命的钱 吞为己有 据说当时也有人举报 举报朝廷也派人去 去核实去调查 然后他这个陈老先生 又赶紧划了几万两银子 贿赂这个朝廷的这个检察官 这个事情也给他摆平了 淹射过去 所以这个政治上 官场上这些潜规则 确实太多了 你作为青财大臣下去 那光这个 他就能够练很多财 因为你回报上去的信息 是什么样的信息 那是决定了下面被调查的官员的 这样的一个命运的 所以对朝廷派下去 核对员 那就是公关的对象 那这些如果处在一个 不正的政治环境当中 那得到这个匪区 我要最大限度利用这个匪区 捞取更多的钱财 所以政治它就不透明 不公正 这个贪官之属于历久不衰 他就建立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利益网 大家都在那里得到了利益 你谁动谁呀 所以这些 但是虽然你能够骗过 世间的法律 天网飞飞 输而不落 你敏戒的法律 你是逃脱不了的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佛教的三十英国 六道轮回 这种英国法则 真是不虚 才能让他升起敬畏 恭敬 害怕 他才不敢去做 但是世间的人民是内心充满愚痴 很少智慧 放纵自己的恶业 见到善人 他只是憎恨诽谤 不会考虑到要去心目 要健全失旗 他还是愿意去着恶 有着恶的倾向性 所以对那些非法非理的行为 他就肆无忌惮地去做 恒常着抱着偷道之心 这个道心呢 他这道的手段太多了 以权谋师 假公济师 偷税漏税 顺手牵羊 以少冲多 反正其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他人的 把他人的利益占为己有 当他得到了不义之财 怎么来怎么去的话 很快这个财消散了 消散了他又求这些非义之财 这种偷盗的邪心 在他内心就是固结 固结呢 但是他又害怕他人 这个发现自己 在事先 他也没有畏惧之感 什么都敢干 而且胆量越来越大 这种偷盗的金额越来越惊人 等到事情发生之后 牢狱之灾 甚至判死刑到来的时候 他才后悟 那么这里面的后果 今世就能够有牢狱之灾 随着你的偷盗的罪的程度 判判刑得到相应的刑罚 灾殃的惩罚 好 请看下面 因其前世 不信道德 不修善本 今无为恶 天神克世 别其名记 寿终神士 下入恶道 固有自然山徒 无量苦劳 辗转其中 世事累劫 无有出奇 难得解脱 痛不可言 事为二大恶 二痛二烧 勤苦如是 譬如大火 焚烧人生 人能于众 一心致意 端身正行 独卓足善 不为众恶者 深独度脱 或其福德 度是上天 尼环之道 视为二大善也 这些常怀道心 用种种手段 谋取钱财的人 其原因是什么 就是由于他 前世不信道德 邪知邪见 不信因果 不信轮回 他的知见 总认为 既然人为 鸟为实实 人为财实 要最大限度 负责钱财 我怎么样 才能达到 这个成功 这个目的 他就相信一点 我要用力少 收效大 你要我劳动 自负 太辛苦 如果我到 这个 就爬子手 上个公用汽车 看到哪个红包 哪个口袋 鼓鼓的 这个 把它 把它拿出来 人 人 人家的那个包 看个鼓鼓的 用个小 小刀片 把它一削 把它一拿出来 现在这个被偷的很多 上次我们有个 有个比丘 他有个包 放着车子后面 就是车的后面 所以在后面的车厢里面 人家会有办法 把它弄开 把你那个里面的包 全部拿走 他的包里面 放了上万块钱 就不翼而非 你就不知道 这个钱 怎么被偷的 他的方法很多 他就认为 这个来钱 来得快 这些都是不信英国 不信道德 数字 由于他 这是他前世的 这种 恶习的串行 由于前世就是 邪知邪见 没有修布施 修五戒十善的根本 所以今世呢 他又有偷盗的 这种串行 这些小偷小摸门 他有个 什么叫小偷的心理 他看到好东西 他心里就痒痒了 不把他偷 偷到手上 他就难受 他有这个心理 所以他有这个心理 他的眼神 他的动作 他就有一个小偷的 那个标志 那个有经验的警察 他只要眼睛一看 就知道哪个是小偷 哪个不是小偷